我最近就出了一段新歌,叫做《整親》 大家都幾議論紛紛說我在裡面有刀削麵這三個字 因為我之前宣傳這首歌的時候 去不同的電台做訪問的時候 都準備了一些自製的刀削麵和急救包 送給一些Digi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收到這些紀念之後 會更加對歌曲有深刻的印象 這個想法其實是想借著自己的親身經歷 去給大家一些力量和正能量 我相信每個人都曾經經歷過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可能是被人攻擊過,被人欺凌過等等的經歷 但不要緊,只要我們學會在這些過程中 讓自己長大和成長 其實我們是可以跨過去 而且我們真的會變得更加強大 所以其實有時弄傷也是一件好事 那我又不覺得自己會去到一個百毒不侵的階段 因為始終都是人,人都是有感受的 始終被人去評論和批評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的難受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態 學會如何在這些過程中 真的好像剛剛所說 吸出一些可以令到自己成長和長大的元素 然後就繼續向前走,那就OK了